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这个五支一支三的这个部分的那个就是所谓的附写和隐藏附类别的方法 那什么叫附写什么叫隐藏附类别的方法 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重点就是在哪里呢 重点就是在这个如果当有一些状况 如果你继承附类别的方法不符合需求的时候 因为那方法里面有一些比如说我输出的值 比如说在person里面只有三个 就是身份姿号跟那个姓名还有什么身高 可是我学生里面还需要一个成绩的话 那那个附类别输出就少一个 变成我自己要去写第三个第三个输出 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就不符合需求 所以不符合需求的话呢 就是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在职类别 特别是在职类别可以什么样呢 在职类别当中可以宣告同名 特别是同参数列和传回值的方法来取代 就是完全一模一样 如果一模一样的话 那当然将来在使用方法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以职类别的这个方法为优先 那这个部分如果说用来怎么样 取代那个取代什么取代负类别的这个方法 因为负类别里面有哦 特别是说优先权就变成在子类别这个方法上面 而不是在负类别的方法上面 负类别这个方法呢就被怎么样 就被叫做负写 负写的话就是override 就被负写或者叫做覆盖 有很多的名声叫负写 一般就override 被override掉了 那这个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提的第一个 就是被负写 第二个的话呢 不过呢 在物件的实力方法 并不能取代宣告成 第二个就是还有一个重点 在实力方法 不能取代什么 宣告成static 所以特别是说这个static 这个静态的类别方法 类别方法 也就是说如果你可以看到在负类别 这个负类别里面有被宣告 这个在public或者private 后面有一个static的话 你都要特别小心 如果负类别拥有类别方法 在子类别需要宣告 同样的类别来取代它 这个叫做隐藏 也就是重点是 如果负类别有static 那你说怎么样呢 但是你又要宣告同样的方法的话 同样的方法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叫做隐藏 所以会有两个重要观念 一个是负写 一个是隐藏 那负写是同样的名称 但是呢 如果负类别的方法不合的需求 那我可以负写它 另外呢 在负类别里面呢 有一个观念叫static 那如果说我还要建立一样的方法 那我就可以什么 用隐藏的方式 所以会有两个重要观念 这个就是负写跟隐藏 大概了解一下 那主要这个图 如果是负类别的实力方法是负写 在类别方法的话是隐藏 大概了解一下这个部分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就是实际上来撰写一个程式 比如说在负类别person 比如我们刚刚这个范例里面一样 有一个static 特别重要 static这个地方 关键是static 你看static 糟糕 static 那这个方法的话呢 在负类别就不能使用它 那它的名称叫做bring class name 的这个方法 那另外还有什么 person import 的方法 这两个方法 那如果说我今天上面这个要做 要做隐藏 下面这个方法要做负写的话 该怎么做 这边有个 这个我们实际来做 就是在person里面 有static 有void的这个person 那这个person这个是不合用 我们要把它负写掉 那实际上我们在 负类别里面 一样是extense person 就跟刚刚那个范例一样 只是差别的地方就是说呢 我一样负类别有static 这个bring class name 那我一样在我的指类别里面 一样我也建立一个方法 一样也给它一个static 一样也给它一样的方法名称 那再来的话呢 在指类别一样也建立一个person import 那当然如果说建立之后的话 那主控权在哪里呢 那主控权就在负类别 而不在负类别 所以你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上面是隐藏 下面是负写 OK 那我们来实际看一下 这个范例 首先的话呢 各位等一下也建立一个 或者你可以把刚刚的专案 用复制贴上的方式 那再来重构一下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就是利用Eclipse的管理 像我自己是习惯用Eclipse 如果说你同样的专案名称 假如刚刚这一个 你要把它复制 你要做版本管理的话 你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直接在这边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后面的话 你可以直接再改一个名称 比如说我们这个判例是5-1-2 那边 然后呢 你就把它改为5-1-3 比如说你这边的话 你再把它改一个数字 再贴上去之后的话 那这边 贴上去之后的话 就会有一个 一样名称的专案 按确定 不一样名称 但是内容是一样的一个专案 那你可以通过这边 因为我们程式码 其实改动的幅度很小 那你再把它稍微修改一下 把里面需要改的地方再更动 那我们这个sample里面的话 跟前一个sample里面哪一些不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 我刚刚强调过 就是第一个 我要做隐藏的练习 那隐藏的话 这边我们增加一个 增加一个void 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呢 部内别 就是叫做print class name 那这个print class name 里面要做什么事情 非常简单 就是 回应成出 这个一行 叫做类别名称 就是person 所以如果执行 如果执行到这个方法的话 那会秀出来类别名称 就是person 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是person info 主要是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 这个 这个是要练习隐藏 这个地方要练习的是 复写 那这个地方的话 这两个基本上 应该只有 上面这个地方要改 下面地方不需要更改 下面地方不需要更改 那这地方增加了吗 增加 OK 第1个 第2个的话呢 在子类别部分 因为我们要练习的是 如果附类别里面 它已经给我们一个static 那我如果还是要用一样的名称的话 那我没有关系 我在子类别里面 同样建立一个一模一样的名字就可以了 那名字的话呢 叫做print class name 那里面的 我要列印出去的名称 就类别名称 后面呢 上面是person 下面的话 就是student 所以你print出去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到底print上面的名称 是student还是person 就可以知道说 到底执行到哪边去 第二个的话呢 也是建立一个所谓的什么 person info 你会想说 这person info跟上面这个 附类别person info的名称也不一样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话 只是差别在哪里 只是差别在这里 print多一个什么 成绩 跟这个学生 这个 就是头跟尾不一样 其他上面是只有 中间的部分 那下面的话是多了头跟尾 所以这两个 不一样 那我们来try一下 就是说 改了之后到底是执行这个还是执行这个 那主程式部分有哪一些 一样 new一个 这个tom tom等于new一个student 那传参数 他的身份字号是2234 然后名字 身高 带来他的成绩 接下来的话呢 要显示 学生的资料 那显示学生 因为tom呢 他是 这个student的一个实体化 好的一个物件 那物件里面呢 点下去之后可以存取这个物件的方法 对不对 那物件方法你会发现呢 pring class name 那pring class name呢 他会先存取哪一个呢 你会发现在 因为 子类别有一个名称 负类别有一个名称 那特别重要 因为这个负类别里面有一个static 那被隐藏起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将来不会被执行到 而会执行到哪里了 子类别 所以输出结果 应该会看到是 类别名称是student 而不会是什么 类别名称是person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在这边的话 我们再需要执行person info 那person info里面的话 在子类别有头跟尾 在负类别里面没有头跟尾 那输出的话应该输出哪一个呢 因为被副写了 名称都一样 对不对 所以会副写 会执行的话 是子类别的 而不会是负类别 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 品尝跟副写的观念 其实常被使用到 所以最后的执行结果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这个地方呢 我把这个程式run起来 各位看一下 如果说我这边run起来 run这个 那执行之后的话 执行之后的话应该是什么 最后print出去的话 把这个地方执行起来 那各位可以看到 头的部分一定是什么 类别名称是什么 就student 也就是说呢 隐藏之后 我就不会执行到 负类别的那个方法 对不对 print class name的部分 就会是执行的哪一个方法 子类别的方法 而不会执行 负类别的方法 应该这个部分应该可以理解 主要是 static的这个关键字 那再来的话 第二个是什么 我print了出去的话呢 头跟尾都有 学生资料跟成绩都有 那表示什么 它是执行哪一个呢 当然执行 子类别的方法 所以执行出来之后的话 就会执行那个 这个负类别的这个方法 而不是执行负类别的方法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就是这一个跟这一个被执行出来 OK 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也试试看 刚刚这一个 example 稍微把它改一下 然后了解一下 这个我们刚刚所讲的两个重点 一个是所谓的那个复写 复写跟隐藏 这两个概念 这个我想这也是 如果这个考试 其实也很常考到这一部分 OK 好 试试看 把这个复写跟隐藏的部分 稍微练习一下 稍微练乱的方法 是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